缅甸今天第一次看到明年日报上架贩售 美联社报道 对许多缅甸人来说 报业的重生是新鲜事 前独裁者温尼在1960年代 强制由国家垄断报业时 很多人甚至还没出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上周六前往蒙古访问两天 这也是从2006年小泉纯一郎后 再度有日本首相访问蒙古 大陆官方媒体认为 安倍这次访问有意制衡大陆和北韩 今日美国维吉尼亚州公路传出重大车祸 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开始 陆续传出17起连环车祸事故 目前传出造成至少3死25伤的情况 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影音分享网站YouTube 每年愚人节都会有新点子跟网友开玩笑 今年也无例外 YouTube在31日晚上宣布重大消息 网站将在午夜关闭 然后从过去8年使用者上传的所有影片中选出冠军 然后在2023年宣布冠军得主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